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我就说不是啦不是我不是我不是你喔 好啦好啦那进去教室上课 我穿在扣帝我还坐在那个椅子上 我也没有完全坐在椅子上 我的做法很屌 我不想让那个大便粘在我整个屁股上面 我就坐下来我就这样走 然后我就这样靠着后面 然后我就这样然后去坐到我的大便 后来就被抓到 那个我穿在扣帝啦 啊我想问一下喔 现在不是都是这个线上上课吗 啊你们现在线上上课 那如果你们班啊 或者是别班啊对不对 你有喜欢的女生的话 怎么追人家勒 请问一下 用钱 干你来用钱是怎样啦 你是很有钱喔 冲去他家我就不信你敢啦 你冲去他家勒 他爸没先打断你腿喔 所以你们现在都是改成恋爱就对了啦 因为现在也不能出去嘛 每天聊天 聊了四年现在在一起 你是说你跟这个女生聊天聊了四年 才在一起吗 哇那很厉害 啊你们这些人是他妈的 你们是不是一天到晚只想干女生啊 每一个他妈的都在 直接去他家干他是怎样啊 干你来你们有病耶 其实我觉得用钱交女朋友 搞不好也是交得到女朋友的啊 不要说交不到真爱啦 我觉得喔你花钱喔 你每一个女生都杂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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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有一个是他妈对你真心情愿 先让他爱上钱 再让他爱上你高超手段 厉害 厉害 想知道学生线上上课如何追女生是有什么用 没有我就是好奇嘛 因为我没有线上上课过啊 你说女朋友问说 他跟他妈掉下去我会救谁啊 对我也觉得这也是很干话你知道吗 就像最近有一首歌他妈什么105度 干你娘的 林北他妈听到真的是 我他妈真的听到很堵然欸 那首歌也不能说他不好听你知道吗 我说实话 但是就是听到我也很堵然那种 他妈他真的是一首干歌欸 我在戏指国中有女友喔 说我以前读戏指国中的时候 有没有女朋友啊 我以前读戏指国中的时候 当然有女朋友啊 哇 干你娘说到这个女朋友又厉害了 我这女朋友是我同班同学啊 好像是国二 那时候喔 我跟李杰森跟第一同班 反正欸 这个女的我追她追了哇 一年了吧 这是我最长的记录 追一年 可是应该也只有以前可以 现在应该是老人不太行的你知道吗 干你娘多白了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们班喔 有个同学 他也在他也在追她 啊我就问他说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就也很 欸小你知道吗 我就直接问那个人说 欸欸欸欸 你是也在追她喔 他跟我说没有啦 我没有追她啦 干你娘 就私底下被我发现他妈她在追她 这是不是北南 然后结果呢 还更北南的来了 臭他妈的被她追走 我干你娘 追了一年 干你娘被别的男生追走 臭 国中这个呢 后来这女生被追走 喔结果他们又分手 欸分手我又把她追到手 欸厉不厉害 啊她没用过 在一起很短很短时间 然后结果那男生就转学了 啊爽 啊结果最后还是我渔翁得力 啊还是很厉害的 啊还是很棒 啊 顺便跟你们分享一下好了 我国中我还有读过一间学校 要不要猜一下 我那时候住校 起智学校 我干你娘 起智学校 臭你妈 你才起智学校啊 你不止起智学校 你那妈性功能障碍的学校 好接下来宏廷来讲 你们先不要讲破处 不要讲破处这东西 喔你们是说我破处喔 好好好 破处破处破处 好我再讲详细一点啊 国中啊 OK吧我直接讲啊 真男人直接讲 我国中啊 他妈干你娘你要听过程 欸 你他妈现在是把我当成他妈聊色台 是不是啊 你他妈这个细节 你他妈都要听 干你娘你们 哇畜生啊 我是没有想要讲这个东西 你们为什么要逼我呢 嗯 为什么要逼我 喔这可以讲吗 这不能讲吗 这个 好可以可以 好我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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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戴套吗有 有我实话说 我发誓 那时候我很怕 过程 好我讲过程 我讲过程 反正呢 我印象中 国中那时候 好像是在女生家 啊那时候女生家 他爸妈也蛮喜欢我的 啊我就装乖 你知道吗 我怎么装乖 我就见到他爸妈 阿姨好 叔叔好 喔然后我也去过他家很多次 我们大概交往了两年 我们没有跟他们讲说 我们是交往的关系啦 啊我们就是很像好朋友这样 你知道吗 我先跟他们讲 我们是正常交往 好不好 反正就是端午节烤肉的时候 他找我去他家 找我去他家烤肉 然后他还有找一些女生同学 闺蜜嘛 然后一起去 啊中秋节 对啦中秋节烤肉 靠腰咧 他那时候也不会直接跟爸妈讲说 这是我男朋友 不会吗 他家人也就是 知道但是不讲这样子 你干你呀 这真的可以讲吗 他家跟我家住很近 然后就有一天 就差不多 已经交往蛮久了 然后他爸妈就是有一天 不知道为什么不在 女生就说我爸妈不在家 要不要 就是你懂吧 你懂吧 没有那女的 其实应该那时候讲的时候 也没有意思说什么 要不要怎样 可能可以 去他家一楼跟他聊天 这样子 聊天聊一聊他就是 莫名其妙的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跟他走进去他家里面 这样子 到他家然后就好像有鬼 我觉得那一天晚上应该有鬼 把我拉进去 不然我是不想进去啦 结果就 就进去了 莫名其妙的进去他家里 套买好了 我跟你讲套不用买 他厉害了 他只知道他爸妈的套放哪里 就这样子嘛 就这样子就发生了嘛 细节你们就他妈的别听太多了 反正我有戴套 好不好 莫名其妙就躺在同一个地方 我就发生事情了 好啦可以了吧 讲完了啦 有流血吗 有啦 爽了没 你们手枪打完没 射了没 他有跟我讲过一件事 他爸说如果被他爸知道 他交男朋友的话 他会把男朋友的腿打断 喔 为什么分手 来这可以讲 反正就是时间在一起久 他跟我讲的啦 他就说嗯 他觉得变了 然后分手 我也觉得其实很明显的感觉到 两个人已经冷落了啦 懂吧 他妈的越问他妈的 越鸡掰耶 有必要讲到那么细是不是啊 我他妈都已经跟你讲 你们要听什么 我他妈都跟你们讲了 你们还要怎样 我也觉得我讲够了 我已经把最劲爆的东西都讲完了 没什么好讲了 好你们这些他妈的 干你娘 万人处呢 臭他妈我 我助你们 全部死绝 我助你们他妈那些 干你娘一直要好奇 他妈性爱的事情的人 他妈的以后 癢我 龟头发指 碰到东西就痛 好不好 干你娘懒叫长虫 走一走就很痒 我就想抓 抓到破皮 诅咒你们啊 你们不会诅咒你们啊 干你娘 你们不会诅咒你们 OK 好啦 想要死你了 回拜拜